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即时新闻现场 新闻首先带您掌握这最新消息 是嘉义开守所监露草分间 在下午的时候突然有两名不同设防的 受刑人意识不清 那么急喘而且血氧值是狂降通报救护 那么警消聚报之后丝毫也不敢大意 穿戴了全套的隔离装 将这两人送往了嘉义长庚急救 至于两个人的病情是不是跟疫情有关 嘉义长庚表示两个人的症状是不同的 重症者道院就已经裁剪了 确认是阴性 那么另外一位受刑人的状况良好 晚上稍晚应该就可以出院了 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